好各位觀眾大家上班一定會使用打卡機 那不管是卡片的打卡或是像這種生物辨識的打卡 其實都非常常見 但是呢今天就有北市議員踢爆說 像這樣子的打卡機 其實北市府有八個單位是使用中國製的 恐怕會有資安安全的疑慮 來聽一下稍早訪問 南港區公所 它的這個產品 然後再來下面這個 我們去網路上面 在阿里那個阿里巴巴網站上面 就可以看得到這一間公司 上海公司 Granding Technology 他們的產品其實是非常的類似的 商機科技它的前身叫做中控智慧 那這個中控智慧 其實它就是跟中國的解放軍來合作 往下走 它是跟中國的解放軍合作的廠商 在商機科技的官網上面 就很明顯的可以查得出來 你看哈爾濱市的雙城區人民武裝部監控室 視頻監控系統 然後呢配合來做一些在中國內部的相關的監控 不管是對人或者是對地方 收集這些資訊 可以看到就像我手邊這一台就是這個北市府八個單位有在用的 其中一個生物辨識的打卡機 那這些除了包含有指紋的辨識之外 也有臉部的辨識 那這個打卡機呢 其實它的製造商是商機科技 它的前身是跟中國解放軍有做合作來監控他們內地的消息 那今天是用在了北市的打卡的功能 那也擔心說這個會產生資安漏洞 以上現場最新實驗鏡頭交換給棚內主播